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 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飛碟午餐 銀奶金掌廚 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銀奶金 我是林少宇 好 我們今天呢 飛碟午餐 禮拜一的地球人 你好嗎 我們的 今天呢 從這些重要的期刊 還有 媒體的報導呢 還是要從 經濟學人開始講起 經濟學人呢 在上週做了 台灣是地球 最危險的國家 他是這個意思嗎 就全世界嘛 最危險的地方 對最危險的地方 對他沒說我們是國家 對不起 他自己基本上說 經濟學人是很小心的 他是以這個地球上幾個熱點為比較嘛 就是幾個非常可能爆發戰爭或是衝突的地方 南海也當然算一個啊 北韓也算一個啊 他是比較這樣子 他是區域 對對用這樣來比較 然後他 你這樣子我突然想起來 他雖然在這上面呢 我上禮拜不是批評說他現在很糟糕 給我們一個國旗都不給 啊 就只給中國國旗 美國國旗啊 那個圖上面 你記得 當然啊 這種不承認我們是一個國家 這種事情當然要記得啊 不但這個大陸不承認我們是個國家 我們不是很多人都很生氣嗎 是啊是啊 經濟學人我們也應該生氣啊 他內文裡面 嗯 有沒有做比較 有沒有做country啊 沒有啊 他有沒有把台灣 他沒有拿出來比較 他就是講區域 對就帶過去就是 所以他真的是沒有講 很謹慎喔 嗯 就是他的一個寫法就對了 是對對對 這還蠻有趣的 好然後呢 他這一期的 這一期的 這是封面嗎 是全球封面嗎 不是不是不是 這一期的封面是講那個政府發行虛擬貨幣 OK 對好 然後所以林少宇挑的這個中國要是全世界相信抵抗他崛起是徒勞的 對這是亞洲版嗎 這查館的專欄 喔查館的專欄 對 查館是一個他非常有名的一個專欄欄目啊 他專門就是這個經濟學院駐北京的記者寫這個他在北京的觀察的一個一個不定期的專欄 嗯然後呃因為經濟學人大家知道經濟學人都是呃除了專家的這個文章之外他是不署名的嘛 所以所以查館也是不署名 他應該是有好幾個可能有不同的人在寫啊 未必未必就真的是呃經濟學人的特約記者啦特約傳數啦什麼的啊 可能有些是特約傳數等等之類的啊 對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呃為什麼林少宇把呃查館的文章當做今天第一個要來告訴大家的觀點呢 我覺得我覺得那個他那個標題就已經說明了這個這個北基本上是反映了北京的想法 他說中國要全世界相信抵抗他崛起是徒勞無功的抵抗resistance 對對對他崛起是徒勞無功的 然後呢他副標題倒有意思啊 他說他說呢中國應該其實應該更擔心 為什麼他不被信任 對所以這個標題主這個主標題是講中國的想法跟立場 副標題呢是講說這個經濟學人對他的這個建議 他這個兩兩段主標題副標題其實把他們的文章已經是的關鍵說完的挺好的哈 對下的很好下的然後他這個這個文章開頭就講說呢這個 不管是中現在是中美對抗的局面嘛不管是中國或是美國呢 他們都對一件事情呢非常有興趣 這個就是這個拉幫結黨組成聯盟這件事情 那麼美國呢很明顯正在拉拉攏比如說在韓亞洲拉攏韓國俄國拉 不是韓國日本拉在歐洲拉攏這個歐盟的國家拉然後等等 然後呢這個中國呢也有自己的拉幫結黨的兄弟們 俄國拉什麼非洲的國家拉等等 可是那他就先分析了這個美國的這個立場 他說美國呢拉攏比如說美國要拉攏這個這個四方聯盟跨的 然後呢他先講這個王毅在這個去年的時候呢還對這個跨的這個形成的不屑一顧 他說這個頂多就是一個海上的泡泡而已過一陣子就消失了 他有這樣講過我還不記得 有有有有就像海面上有偶爾會會帶起那種波浪那種泡泡 有時替有時路 然後可是呢今年呢 呃拜登那個這個參加了一個四方會談的高峰會以後呢 這個中國似乎就開始有點看重這個四方會談的 或是想要警惕這四方會談未來的方向 他說四方會談有有可能會變 所以不要不要認為四方會談變成中國這個亞洲的北約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諸如此類的 然後呢這個另外一個是五眼聯盟啊 五眼聯盟在去年12月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事情其實這件事情蠻重要的 我們大家不過我們那時候都沒有太重視 五眼聯盟在去年12月那時候還是川普執政的時候 他發布了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呢並不是跟五眼聯盟是個情報聯盟 嗯他理論上他是這個五個國家交換情報的這個 呃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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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制 他去年發表了一個說這個講到這個呃美國美中對抗啦 然後呢講到這個地緣政治啦等等 完全跟情報無關的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呢當時呢這個 紐西蘭的總理就不高興啊 所以其實我們有注意啊 是他他有他就有提到就是呃他不希望五眼聯盟做呃不不符合原來五眼聯盟他們的工作任務啦 是以外的這個事情 對然後紐西蘭在前兩上禮拜又對這個事情又又講了一次話 講講話調子跟去年是一樣的就是他不希望他他五眼聯盟不應該扮演這種角色等等 然後呢這個這個我們就先上 好再說一次啊來複習一下五眼聯盟是哪五個國家呢 美國澳大利亞英英國加拿大和紐西蘭 對就是基本上都是英語國家 基本上都是大英國協 除了美國之外其他都是大英國協 那個呃所以這兩個差別 這個跟那個跨的的差別在於是呃他是就是跨的是拜登上台之後啊 然後呢更積極的特別是他自己呢去跟他們視訊之後 是他的地位就大幅提升了 而呃在川普時期的時候呢 呃後來就發現好用啊 本來就被就本來也都一直被割在那個地方啊 量的也沒什麼積極的作用 因為在歐巴馬時期的時候 澳大利亞跟印度的態度呢是有點猶豫的 對沒錯沒錯一開始的時候是有點猶豫的 因為這最早是安倍提出來的 然後呃五眼聯盟呃要求他們做出呃以外的齁就抗中的這個東西 是在川普時期就有的這個倒倒是大家要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為什麼我們再回回顧一段就是他那個差別是在這個地方 那但是呢呃等到呢呃拜登就等於說拜登上來之後 把過去呢被川普的量在一邊的東西呢 積極的來用哈這是跨的然後呢已經存在五眼聯盟呢 就更積極的再用了又再提一次呃要抗中就 紐西蘭又再次抗議了一下對 你現在在上禮拜其實又做了一件事情 由這個顯示沒有去完其實在有些地方跟澳洲是不同調 甚至跟五眼的其他三眼都不同調 我們雖然上禮拜議會通過一個譴責 這個中國在這個新疆的作為的一個決定案 可是這個譴責的聲明呢非常技巧的 裡面譴責的中國這個新疆唯吾爾族人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啦等等等等 他通篇就沒有提到一個字 就是種族滅絕 嗯嗯他把這個字放放過 所以這差別很大 對預期中國對紐西蘭也不會也就是 不會制裁 對或說不會這個這個特別的嚴厲的這個反應啊 對紐西蘭很聰明 對紐西蘭很聰明 而且這個總理也很聰明 那可惜的就是他真的太小了 對他總理跟外長其實上禮拜都有講 都講上禮拜都有都有講話 外長又又再把一次 再一次就把五眼聯盟不應該當成是一個 除了情報之外的組織的工程來使用 外長也講 外長也講 對對 然後呢這個講到講回到這個這個 他有點像在南太平洋的新加坡 他現在的表現 你有沒有覺得 是啊是啊是啊 而且呢他比新加坡還更就是更輕盈一點的 的問的地方在於是說 在南半球他們其實沒有直接受到 中國大陸的地緣政治上的威脅 然後澳洲基本上是 從北京的立長來看我會覺得澳洲是自找的 是而且呢主要是因為呢澳洲呢他把他自己定位 是在南太平洋的守護者 對然後他其實 小霸權 他應該是他的定位是左右逢源 對 既澳 不是不是我說澳洲呢他本我的意思是說澳洲呢 他把自己的國家的定位定位在南太平洋的守護者 對沒錯 那所以呢他原本呢應該是要左右逢源的 可是呢因為呢大陸的勢力呢侵入了 是南太平洋他就開始不安了起來 是 對啊沒錯啊 嗯好來 OK然後呢 英雄下面就講到正題 他說呢這個中美兩大強權之間呢 都共同著迷一件事情 就由剛才的這個這些這些例子來看 更著迷一件事情就是組成聯盟 大家各自要拉幫結黨 可是呢基本上呢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在美國想要拉拢的國家方面 他說呢呃這個比如說這個他說呢他們這些國這些比如說德國法國跟英國都已經快要接受中國崛起都已經是無法避免的這件事情了 他這個當然是訪問的這些這幾個國家駐駐北京的這個大使啊或是代表啊等等等等啊 可是基本上就是反映了這個整個這個整個看到趨勢所以說呢這三個國家都跟美國呢都不可能會跟美國這個排排站 英德法 英德法都不可能不可能跟美國這個這個呃站在一條線上 那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四年的執政呢這個的政績好了政績或是結果認為對於歐美國家來說呢他們現在讓他們有的前車之劍想要再參加任何這個類似冷戰時代用來制衡中國的做法都會非常小心尤其是他們在跟中國有貿易往來或是得到貿易利益的時候呢會更小心 對這點才是重點因為川普他們講的就是呃就川普四年執政時候對歐洲參加這種做法類似冷戰做法都很小心的原因除了是川普呃這個人說退出就退出國際組織之外 就做謀不定對 還有的就是川普是不分不分這個盟友與非盟友的一律打擊是這個應該是應該是有這兩層的意思或是不分盟友不盟友只要拿油錢換就他就願意對對 就沒有一個沒有一個是非了就沒有一個方向或是沒有一個價值觀這些國家有特別的有是非或價值觀也未必啦但是所以說呃他特別提到的就是川普這種做法反反覆覆的做法是呃讓讓這些盟友都會心生警惕啦是因為你不知因為美國的政治也變化很快嘛呃特別是川普他四年對就下台了這也就在美國的歷史上面也是很罕見所以上一個就是小老布希嘛對可是這些 比較罕見啦因為老布希那時候沒有連任也是也是罕見的啊對對對所以嗯所以也很難說在美國的政治很分裂的狀態之下沒有人有把握說四年之後會不會還是拜登或者是是不是民主黨嗯嗯有可能共和黨又上來對好他下面舉著講兩個例子這兩個例子都是一個是德國先講法國一個是法國總統馬克龍 他說呢他說呃經濟學員說他今年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呢西方的國家或西方的強權要這個聯合起來對抗中國是counterproductive會受到反效果的這個話等於是擺明的就是我在這一件事情上面跟美國是不同調的是雖然說呃在呃經濟學人查管這篇文章呢他先舉例例證了哈 就說為什麼呃中國要全世界相信抵抗他崛起是徒勞的可是他的後半段呢他強調的是大陸呢更應該擔心的是說他為什麼不被信任啊我們得先進一段廣告廣告之後呢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繼續和林紹宇呃談經濟學人的這篇文章同時呢還有啊就是呃對於中國大陸呢實在是非常了解的啊澳洲前總理陸克文呢在雪梨城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說澳洲介入台海危機是非常不治的我們先進廣告馬上回來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我是尹乃清我是林紹宇好我們繼續請這個林紹宇呢來幫我們介紹經濟學人查管的這篇文章中國要全世界相信抵抗他崛起是徒勞的呃那他的副標題是呃而中國呢更更或許更應該擔心的是為什麼他被他不信任不被信任不被信任不被信任好來 再繼續就說呃剛才提到的是說馬克龍跟呃呃梅克爾馬克爾說呢這個這個西方國家呢應該要想清楚那個聯合起來對抗中國會受到反效果 counterproductive然後呢德國總理梅克爾這個即將下快要下台的梅克爾他說呢他說呢經濟學人說呢這個他說呃這個也曾經說過說也曾經反對過要建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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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這個搭起一座這個呃這個blocks就是這個 組成這個聯盟呢會他是他是反對就是圍堵了對圍堵他是反對他說他在最近這個跟習近平或是中國其他的領導人的視訊會議或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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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上面他說他說他都他都找不到呃呃梅克爾這個把這個呃中國這個講提起中國這個去這個呃呃經濟制裁西方國家這些事情梅克爾提都沒有提反而就是說他們檢視梅克爾過去這段時間的 這個談話呃呃他沒有提到經濟制裁的這件事就對了對然後呢那去看看梅克爾呢這個談話去跟中國領導人這個談話內容去年談話內容就多次提到這個德國跟中國未來的合作啦而且多次提到說這個要這個他們要簽訂這個全面的貿呃投資投資協定協定這件事情因為這件事情對德國的汽車業的影響非常大嗯嗯這是梅克爾的態度然後呢這個呃 對在中國來這在中國來說呢中國就特別注意歐洲國家如果顯露出任何不團結的跡象之後他就會見縫插針比如說呢這個呃紐西蘭就我們剛才前面講到紐西蘭這個對於這五眼聯盟啊五眼聯盟的這個這個這件事情對他不是對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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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應該說西方國家嗯嗯北京就會這個也許就會輕易這個輕易的放他一手然後法國的馬克馬克龍呢 講到那句話呢事實上是呼籲馬克龍一直向來主張的他認為歐盟應該採循戰略自主的這個這個這個立場啊這個這也是中國也這也是中國所歡迎的嗯嗯對就是不跟美國同調就對了啦對沒錯沒錯我不入活我不入美國拜登的活最近一個跡象是在上一月很好上一月這個G7的這個外長外長會議在英國倫敦舉行那外長會議結束結束之後呢發表一個常常這個常常的 這個聯合聲明這個聯合聲明在關於中國的部分呢尤其在新疆的問題上呢這個這個他表達的立場簡直看了我還特別去找那個聲明來看看簡直快把我笑死他說呢新疆的聲明他是說呢這個這個他說呢他說希望呼籲各國利用各國各國國內既有的這個手段或工具提升希望大家多注意到這個強迫勞動的問題以及輔導國內的企業要注意這件事情啊 你這七國外長對於你這個口口聲聲新疆破壞人權的事情你提出來對案對策只有這樣子就這樣子而已啊這而且呢這個其實要特別注意啊剛好林少爺今天把這個呃挑出來我覺得這實在太重要了因為呢呃G7的國家呃裡面啊大家知道像比如說呃美國啊還有呃英國還有法國他們的國會他們都講了 那個呃種族滅絕嗯嗯美國呢更是嗯布林肯對國務卿親親自說對呃種族滅絕拜登有講種族滅絕嗎嗯沒有趙真沒有哦拜登講的種族滅絕是亞美尼亞哦對對對這有差別哦但我的意思是在這樣子的一個呃是個外長的這個聚合裡面啊因為法國外長英國外長有講種族滅絕嗎英國外長好像沒有講種族滅絕好像沒有 他們英國比較集中在香港的問題嘛法國好像外長也沒有講種族滅絕哎呀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在G7的時候呢做出來的是一個軟軟的軟軟的這樣的一個聲明布林肯也沒怎樣啊哈哈哈哈哈哈哈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跟妳講美國這個國家呢我也覺得布林肯這個國家呢挺務實的啊布林肯這個人不是他這個國家這個人也挺務實的而且他們那個G7的整個的聲明啊 台湾呢老在强调就是说 史无前例的啊 就是支持台湾呢加入WHO论坛 即WHA 可请注意哦 他只是在WHO论坛哦 他也都连WHO的组织都没有讲哦 他特别强要论坛哦 好无论如何 他也只是他把支持 他把原来透露说强烈支持改成支持 然后其他对于中国大陆的 好像说形成了很大的声势 是说要搞这个中国大陆 清宇没有哎 他都是呼吁哎 对对对对 而且连强烈呼吁都没有 就是呼吁 对对对 我这个我真的 我昨天昨天还前前去找 找这个声明来看一下 我觉得我就软掉了 就说这个对没错 而且他连涉利于内人都没达到 因为他涉不利 好吧 然后清学的结论是说呢 像这种声明呢 根本吓唬不了中国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中国对他市场的力量 是有信心的 然后他希望外国外国政府也快点明白 抗拒中国崛起会是徒劳无功的 那么对 嗯 嗯 但是问题是他还是有提醒吗 就说中国还是应该想想 对没错 中国还是要想想 为什么他被抵抗 对对 但他都他他有没有给什么建议呢 中国要怎么 为什么要应该多想想 他为什么被抵抗 他没有举出 他没有举出 他说如果说中国认为 他如果说中国认为这个在这个见缝插针 这个这个是这个他的见缝插针是有效的话 他说这个这个西方各国之间的摩擦 其实也是一种抗拒的方式 可是他没有并没有解释为什么 他只是点到为止就对了 所以他还是他还是关键还是在说 为什么这些下不了中国 关键还是在他的市场力量 是对 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这很重要 这解释为什么这个中国 这个把这个中国协定 全面投资协定搞砸以后 他反而好像有点不太急 急着恢复或收拾 因为他觉得你迟早会再来的 对啊 对啊 所以这就是 所以真的对不对 对啊 这真的很现实 过了半年 你还是要来啊 对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在冷战时期的时候呢 回过来讲 那时候为什么他们可以围堵苏联 除了那时候大家真的不太往来 大家可以用武力 什么不太往来 苏联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 他没有办法证明 他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能培养出一个 强大的一个经济体 其实苏联的解体 他在很大的程度上面 他在很大的程度上面 与其说他是像福山所讲的民主政治所战胜的历史的终结 其实他的根结还是在于资本主义 是主导市场的最坚定的力量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如果那个时候呢 福山讲那个历史的终结 不是讲民主政治 后来发现不堪一击 他如果讲资本主义战胜 我觉得他或许就赢了 或许他就不会后来要一直不停的提出解释 是 用不道理 对没错没错 对不对 好 不过 不错不错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再发表 我们可以往朝这方面来继续做论述 但是呢 好 但是呢 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呢 他碰到了疫情的时候 美国就 美国就遇到问题了 没错没错 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是说 像中国大陆这种社会主义国家 被修改过的 被修正后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其实就是半资本主义 半资本主义 对啊 没错 其实我觉得半资本主义 真的都不如那个中国自己讲的那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不是来的 我最近也把那个中国 中国特色输出啊 什么全民间社会监视啊 他都还卖卖卖装备卖技术 给一些非洲的国家 或是 对啊 这就是有效统治啊 输出啊 当然啊 就说你这就是一 这就是那个啊 呃 1984啊 对啊没错 就老大哥啊 就他有他有苏联 他有共产体制的那种强力的这些 可是他的底是经济吗 没错没错 我的市场好吗 对 所以你看 讲到 这就要回过头来说 邓小平还是了不起的 对对 讲到1984 最近就有人把1984 这个预言小说拿出来讲说 哦真的吗 蛤 有啊 在微报上有一篇文章 他讲说 英国微报吗 我对这种比较有兴趣 我们先岔开一点点时间 待会再来谈陆克文好不好 这个1984预言是说 Owarware 我像很多人可能已经不知道 已经不记得那个 乔治欧威尔这个 或者是根本没看过 像汉汉这种年轻的小朋友 他可能都没有看过 乔治欧威尔1984 果然是嘛 对不对 他未来预言就是未来世界会分成三大国 一个叫大洋国 就是就是现在的这个北美跟南美 一个是这个亚洲国就是中国以中国为主 就是以中国为主跟周边国家统一 统一起来被大洋国 另外一个是欧洲国就是以俄国为主 基本上现在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呢 这三国互相交战 对不对 对 然后交战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一定要拉帮结党 对 对 那 对 你先把结局告诉大家 拉帮结党 然后基本上又跟现在是一样 嗯 中国去想要 美国想要去拉拢 拉拢这个俄国去对抗中国啦 等等等等 Owarware小说也是这样写的 可是哦 你你讲的是这一段对不对 嗯 可是那个时候呢 除了这个呃大洋国哦 北美南美呢 他是民主之外啊 中国的这一块 现在这在小说里面不民主啊 对 我知道啊 对对对 没错啊 我就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啊 OK 对 不要急嘛 我我记忆力还没那么差 就是说 在这个1984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那一块 跟苏联所主导那那一块 他是两块都是共产主义哦 嗯 两块都是共产主义统治的 就老大哥监视所有的一切 所以在那个1984那个时代呢 大洋国呢 其实是被夹击的 是好 是被夹击的 但是现在这看2034我们不是讲了吗 美国的那几位有军事背景 情报背景的他们和谐的预言小说 是 他们应该有点故意吧 1984 2034 就是不知道 可能有点就是有点对年代上面的这种差差别嘛 嗯 但是他的那个小说里面 你不管是说最后大他最后也是啊 他最后也是中美大战 中美大战 核子大战 核子大战就后来是印度获利嘛 是是 乔州你跟大家讲一下乔州威尔 他那个后来大战之后的结果 当然是三败俱伤 可是他的过程是 呃大洋国跟欧洲国就是现在俄国 拉联合联盟去对抗亚洲 那个联俄至终 对没错 所以你看 乔州威尔真的很厉害 现在是不是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 对 所以那月要说 到现在还在背讲有可能 对 因为特别是普京跟 六月拜登六月就要见面了 对 六月有两个大事 一个是普京跟拜登会见面 第二个是G7的高峰会 嗯 都时间很近 所以那那段会非常的热闹 那段时间会非常的热闹 对 然后日经就有一篇报导呢 就说呃普京跟拜登会面呢 会让中国担心 会 是不是要连俄至终了 对对 他说习近平应该担心 是的 对啊 我想习近平应该会担心吧 嗯 他不至于 连这个都没注意到啊 他们肯定会注意到 只是他们 他们可能相信 就说在俄罗斯 跟在拜登 俄罗斯跟美国之间 特别是普京跟拜登之间 他们有一些的结过不去 我想他们会这样想 对 过不去 所以他们现在应该就是 呃 绷紧神经的在关注这 是 因为绝对不可能 呃普京跟川普京跟拜登会跟普京跟川普一样 像川普对于普京有那种如目之情的嘛 没有哈 不过只是就说呃大陆呢要非常的注意的就是呃拜登看起来呢 其实是很像我们之前呃提了 已经提两次了 就说他不是一个sleepy Joe 他是个slee Joe 哈 他是个蛮狡猾的一个政客啊 对 特别是一个人当人满口人意道德哈 但是他实体 私底下做的事其实非常务实的这个时候 每次都他希望是用外交 谈判 对 来达成这个降低冲突 不要避免正呃正面对撞的时候 他可以妥协的事情其实很多 对对对 尤其在拜登这个特性是非常明显的 对 尤其是待会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故事 是 他跟他跟美国的他跟其他跟国防部 他跟军人的这关系搞得不好 嗯 最主要原因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讲哈 我们呃要先回到对不起 我自己一直打断林绍宇的这个话题 跟他的这个方向 但是呢还是要把他拉回来 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 陆柯文啊 澳洲前总理陆柯文呢 他在雪梨城报里面呢 提到的这个呃很关键 他就说澳洲介入台海危机是不治的 对这个故事有个背景 就是澳洲跟中国已经搞的这个乱七八 就非常不可开交了 非常恶劣了 没想到最近呢又发生一件事情 应该说发生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4月25号澳洲跟澳洲 纽西兰的这个这个军队 这个战争纪念日啊 就是他们像就像我们的军人节一样的节日啊 澳洲的这个国防部长跟总理 这个接连发表了这个两个谈话 这谈话都在暗示说 万一台海有事的话 或是美中这个或是美中为了台海这个起战争的话 澳洲也不能不会做事不管 也会这个这个这个介入 虽然他都没有点名台湾 可是大家都知道他是讲台湾 那皮书集成文的这个 葛包他讲的是那个啊 什么 他是讲台海吗 台海台海台海 对绝对是讲台海 没错 因为呢 我们是看到那个中文的翻译 他其实他绝对会介入 甚至于澳洲的内政部长都说 都说他会出兵耶 对对他说战鼓已经响起了 对对 这话等于是说 就是说 东风吹战鼓了 万一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也会派兵去支持美国的意思嘛 所以这是非常的 这是非常的一个 很严重 很严重的事情 然后呢 在最近的件事情是 澳洲又决定要取消 这个他在这个维多利亚省 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投资 然后呢 中共的国家发改委 马上就反映说 我们就要无限期 这个暂停 这个澳洲跟中国的 这个经济战略对话 对跟下面所有的往来机制 所以这是这个 等于是澳洲跟中国关系的 进一步恶化 那澳洲的前这个总理 这个陆克文 陆克文他是澳洲的 自由党的这个 这个这个总理 那现在执政党也是自由党 可是他们显然是不太 而且主要是因为 主要他们两个不合啦 然后呢 主要是因为陆克文 他自从呢 被政变拔掉 对没错 拔掉总理的位置之后 他他在澳洲的分量呢 其实就跟名嘴差不多了 对可是他在国际这个 他这个名嘴不是 不是普通名嘴就是 当然我的意思就是 当然只是 这样大家那个 我们的台湾的这个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比较容易理解啦 OK 就说他事实上在 澳洲国内的 政治分量呢 很低 名嘴对台湾的 政治分量也很低嘛 是吧 但是呢 他在国际间 毕竟他是陆克文嘛 而且他的确是中国通 所以他对于 呃特别是在 有关于中国政策啊 然后东协啊 各方面的这个政策上面呢 呃他的发言呢 是他会被大家重视的 但是我要强调 只是没影响力而已 然后这个陆克文 他就在雪梨城报发表 一位 他说这是这个澳洲 有所历任政府以来 警戒的会对对台湾问题 这个发言的这个表示 他说这是一个 非常没有纪律的 而且是个幼稚无知的 这个做法 是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 继续呃 请这个林绍宇呢 把陆克文呢 其他的这个观点啊 再告诉大家 就为什么澳洲介入台海危机 是一个愚蠢的 还有什么 他骂的还真凶呢 幼稚无知 呵呵呵 好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 我是尹乃金 我是我是林绍宇 好我们刚刚讲到啊 这个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呢 在雪梨城报呢 发表了一篇文章 针对呢 澳洲的国防部长 总理还有内政部长 在4月25号呢 澳洲的战争纪念日里面呢 呃就说台海之间呢 如果有冲突的话啊 他也讲得很清楚哦 呃 US China war over Taiwan 就是对不对 嗯哼 他的那个呃 澳洲罗兽国家的 Engagement in A future US China war over Taiwan 所以他就是很清楚啦 对他说 可是呢 这个是澳洲50年来 不管是哪一 什么党的政府 从来都不会对 这个未来 万一这个美中发生 台湾 为台湾发生战争的时候 澳洲会采行什么立场 公开表示 任何都 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 那他他他解释 他在这个后来文章最后面解释了一下 这个造成这个谈话的这个内政的 在内政方面的背景 可是他先解释了说 澳洲这50年来对于台湾的 对台湾问题 台湾发生战争的立场是 就是不表达意见 不代表他不做事 那他就解释澳洲在华府的主要工作 就是确定美国 要提醒美国 这个要保要跟中国保持 要保持足够的实力 能够防止他拿下台湾 这是他在美国的外交工作 在北京呢 在中国呢 就要去鼓励这个 鼓励这个中国大陆相信说 华府会有是会决定 如果你万一发生战争 华府一定会去保卫台湾的 这是他在北京的工作 就要对北京要让 让北京知道 或者是相信说 你如果蠢动的话 要无力犯台的话 美国呢 是有美国呢 会有决心保护台湾 保护台湾 虽然美国呢 一直到现在 保持战略模糊 找了战略模糊 然后对于台北 其实有道理 他其实就是美国的恫吓嘛 对不对 然后对于台北 他在台北的工作是呢 他要去这个 discourage 就是说 不管是台湾哪个政府执政 他就要让他觉得 让他相信说 你这个单方面的 这个宣布独立 是会这个 会这个跨过北京的红线 对 所以这是他说 这是过去50年来 澳洲政府在外交上面 对这件事情在外交方面 做的这个 这件事情的 这个三个方向 在三个地方的 不同的任务 对 然后呢 他说 可是呢 这次澳洲政府的 这个官员的发现呢 他就像一个这个 青少年 这个青少年 这个药无扬威的 这个这个 这个拍胸脯 就像这个大猩猩一样 他说呢 不仅让美国人觉得 觉得疑惑 你到底在干什么 然后让中国 你说他表态过头了 对对对 然后让中国 让中国觉得很气愤 infuriate 你怎么会这样 说澳洲怎么会说这种话 然后让台湾觉得这个 也台湾觉得这个 如生在无礼物中 puzzled puzzled 台湾 台湾ese and bambuzled bambuzled 就是愚弄的意思 让全 让这个区 本 这个区域的其他国家觉得 因为过去 原来是 跟我们讲的都是反话 对对 就突然战略清晰了起来 大家都还在战略模糊 那个 跨的其他的人 还在那边遮遮掩掩的 特别是日本 大家都还小心翼翼的说 我们并没有要去 我们还是要和平啦 然后 这个 美国还在讲说 我们没有要跟他们冲突 没有要跟中国冲突啊 就澳洲呢率先表态 没错 然后他说这是用这个 这是澳洲的这个政府呢 在玩轮 轮 那个叫做俄罗斯轮盘 然后呢 他说 这个牺牲的是我们国家的 就澳洲的核心利益 跟这个安全的利益 然后 然后他说另外一方面呢 澳洲政府 现在澳洲政府 这一招呢 很显然是叫做 卡其福选举 就是说 就利用这个国家受到威胁 或国家这个面临紧张局势的时候 来博取选举利益的一种方式 为什么会有卡其福选举 因为军方军人的 过去军人的制服都卡其福啊 所以用卡其福选举来 他形容的系种说 对 鼓动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意思 或是制造 或是利用既有的现成的紧张情势 比如说美中 这个为台海问题 就来博取自己的利益 因为会可能会出兵嘛 可能会动武嘛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过 这要怎么讲啊 卡其福 卡其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 一个是 是谚语啊 是常用的 我觉得不常用 我觉得是澳洲 澳洲可能 可能是澳洲 对对对 卡其 election OK好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就其 就其目的呢 这个 Morrison现在遇到执政的危机 比如说这个 这个他 金茂一直被中国制裁 然后呢 他又放话说 要把这个达尔文港 就是澳洲这个 租借99年 给中国公司 那个港的这个权利 要收回来 收回来 那会会造成渲染大波 最主要是 到这个当初租借 这个达尔文港 99年的决定 是Morrison 就是现在的总理 在他财政部长 任内做的决定 所以这是一头 就是他一头搞出来的 但因为他们快选举了嘛 是 对 因为他这个解散国会嘛 是 对不对 然后他马上快选举了 所以搞不好 看似 看似 莽撞的青少年 其实他是 并不莽撞 对 碰碰 选举大家都很精密 嗯 嗯 不过他里面讲到一个呢 就是说 呃 让台湾感到很困惑 有没有 嗯 不会陆克文呢 这点呢 就不够了解台湾了 你或许比较了解中国 你不了解台湾了 中国当然没有 台湾可兴奋的 我我其实蛮希望他来了 他来台湾访问 他来台湾访问 对啊 他要 是很好的那个访问的对象 嗯 对啊 没办法 你现在可以先视讯啊 而且他现在把那个 他现在把 呃 现在的澳洲政府呢 骂了一顿 然后那么帮这个中国大陆讲话 你觉得民党会欢迎他吗 不会 当然不会 他民党大概早就把他定位成这个 这个永中派 对对对 亲中卖台 对啊 哈哈哈哈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要讲一个有还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刚才林绍宇提到的呃拜登为什么狡猾的另外一个例子对拜登他向来他他他向来在很多事情上都主张这个这个呃这个用外交手段解决因此他跟军方的这个关系是不太好的嗯那么最近的有就有一个人就是美国的前国防部长他也是前中情局局长他叫 Rober Robert Gates他在这个老布希时代担任过军情局长他在那个小布希跟欧巴马时代担任国防部长他当年讲过的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最近又老是被人家拿出来重提他那句话就是他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他出了一本回忆录 回去就说拜登这个人很难让人不喜欢因为他是这么的这个这个这个单纯啊然后他们这个这个这这么的正直啊然后呢你有任何是个人的这个麻烦去找他他都会热心的帮忙可是可是我觉得他呢在过去40年来在每一个重大的这个这个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的事情上 所做的解决定都是错的嗯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指责啊那这句话呢从2014年他输出来之后呢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问他说你到你现在还觉得拜登是这个样子吗他基本上呢并没有改改变他的立场跟想法他仍然说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是错的不过他会现在缓较一点说他我觉得他阿富汗政策上面撤兵政策上他是这个有商榷余地的等等等等 他们举些什么样的例子有他举着很多例子比如说他说从这个越南呃这个美国要撤出越南开始这个拜登当年在当参议员的时候就是支持的嗯对然后呢呃美国呃然后呃还有还有还有等一下他撤出越南有有什么错呢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深陷这个泥脑了他如果不撤的话呢哦撤出越南撤出越南的时候美国有曾经答应过要 给越南这个连续好几年援助就是援助现任那个当时美国支持的政府拜登是反对除了支持越南撤兵他反对再给越南援助嗯然后呢再来是伊朗那个是那时候的这个国王巴勒维要下台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拜登说这个下台是好事因为这样才能够改善伊朗人权问题结果没有会不会变成神权政府了他就完全没有看到为那个伊朗那时候的革命情势嗯 但是问题是巴勒维那时候被赶下台美国给了他政治庇护对然后呃后来呃就是演变成就是电影情节对后来美国对对对对亚果那个是就在讲这个那卡特时代的呃在那时候是卡特时代然后在伊朗的美国大使馆不就是被是呃神学士政权对抗云士冲进去然后演出了这个人人职事件好哦所以他的重点是在说他的重点是在说 在这件事情上面呃巴勒维垮台的时候一开始拜登可能是不知道是他的判断是错的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他觉得哇成全是会带来光明是是还是说他其实只是就不知道他只是符合当时的情境说也许是对然后呢然后雷根要这个发展这个大幅发展这个军备要这个照这个B1B2轰大机啊还有MX飞弹等等他也反对那这个当然是见仁见智了这后来雷根还是成功的 这个这个投注了大量国防预算去做他反对你有什么就只有没血了对对对然后呢他反对第一次不安战争就老布希的那个第一次不安战争然后最近一次呢就是他反他这个这个在欧巴马时代他当副总统的时候他主张要全速把这个阿富汗军队撤出来那时候军方是鼓励要征兵的然后后来这个欧巴马做了妥协征兵要继续征兵可是征兵的人数不如军方的预期可是超这个是推翻了拜登的决定 对然后那个时候拜登跟军方就闹得不可开交他非常不信任军方那几个军事将领嗯对然后现在呢然后现在因为阿富汗军拜登一上来以后当了总统之后他就遂行他这个副总统时代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从阿富汗军军所有美国记者都跑去问盖茨说你现在还觉得他做了一个错误他是做了40年来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吗他说哎呀不会啊副总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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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事情上 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不同调可是人家一旦问到一旦问问你说那阿富汗这件事情他还是说我觉得阿富汗事情的这个这个要小心万一撤兵的全速撤兵以后留给如果留给阿富汗是一个空空壳子马上这个其他各国势力就会进来或是生或是这个凯达势力进来以后阿富汗可能会又会垂到从前所以他的立场是基本上是支持美国继续留住少数兵力在阿富汗的他的预言呢恐怕呢还是会 就会成真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呃美国才刚刚开始撤撤军但是呢塔利班啊在阿富汗呢已经有好几起是虽然神学士政权否认啊这是他们发动的但是才刚刚呃过的这个周末呢就发生在学校外的恐怖攻击事件啊已经死伤已经有将要超过60多人了是然后最有最有最有趣的一句话是去年的时候他接受接受访问又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访问记者问他说你觉得 拜登会是一个有能力的三军统帅吗他说嗯我不知道耶我不知道耶哈哈哈哈哈哈大家要小心了所以呢他这一次呢拜登呢会不会错估啊呃俄罗斯呢对他现在虽然先撤军了但他呢如果西方呢继续围堵他他给你来个初期不易就像他那时候呢突然去攻了乔治呀 真的就真的就发动了啊兵力了而他他的他的错误的判断会不会让这个呃大陆方面觉得呃你现在呢围起来的这个态势你虽然说没有要跟我正面对撞但是我其实呢看穿你了我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你根本不会怕对没错哦这就很紧张了好非常谢谢林绍宇拜拜喽拜拜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